台电台北南区营业处幅范围涵盖了新北市的板桥土城中永和 新店深亨平宁屋来以及台北市文山区部分地区 是双北最大的营业处 从民国49年起伏在地已经超过一家字 在今年10月中旬第100万位用户诞生 成为双北四个区营业处中第一个达成此历程碑的单位 对于第一线的民生的用户方面 当然就要维持我们自己的供电稳定 所以在我地方驱逐来讲 我首先我们那边在做的就是 我们在加强我们一些配电线路 一些自动化的工程 就是说当任何事故来 或者有些需要状况临时要做处理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自动化开关 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甚至于不用到现场直接在办公室里面 我们就可以来操作转供复电 维持我们线路的供电稳定 因此北南区处16号举办了庆祝仪式 邀请电气工程工业统业工会 新北办事处主任委员杨景廷 新北市建发局等多位贵宾 共同见证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同时也请到住在土城区的 第一百万位新用户前来共襄盛举 并致赠纪念证书与礼品表达感谢 我们有8个服务所都一直在为我们的所有的用户 当然今天突破百万用户 对这100万用户来做好最好的服务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其实台电公司也开发了我们的台湾的电力APP 所以在用户你们不管在办理这各项用电的申请 跟进度跟查询都可以利用我们的APP在线上来做办理 然后相关的进度也都在上面也都查得到 也可以了解一下各位自己家里的用电状况 用电情形 台北南区营业处处长杨显辉表示 北南区处今年1月从四川路就职 迁移到新民多功能大楼办公 建屋底下其实就是一座便电所 供应了台电高铁监管系统 以及线板特区稳定电力 可谓新北电力心脏 而台电也将是稳定供电为不便的首要之物 台北南区营业处强调 辖区用户突破100万 因此未来将会继续秉持承担专业 朴实勤劳的精神 用心来服务一位用户 台电要新 要电放心 记者陈小弹采访报导 中文文案 体动作 iej诊